有些客人會覺得 有一顆東西在這裡 我覺得有魅力 如果你覺得這顆東西會幫到你 你覺得它好 那你就收字 我們會針對這樣的東西 會解釋給你聽 因為我們信心最重要 未觀行好運的意思 快點囉 要開門囉 差不多十七八歲 每個八六星期或者假期 這樣客人比較多 我就會八六星期來幫忙我爸做 因為平時我要讀書 有時二十多歲的時候 又要做工 假期正可以來幫忙我爸 就是這樣慢慢做下來 就比較熟了 今年我就做了二十多年 因為這個店舖 是以前我爸做下來的 經營下來的 它又比較舊的 我就建議裝修 因為我們要做年輕化 所以我不可以一直做 那些比較年長的客人 我就慢慢把這個環境改革了 比較有色彩 比較乾 全部的東西都換了 就是它的方式 以前我爸的手 點墨的那個 直接是用糊頭糕的東西來放藥 我把它換了一個人一堂車 就比較先進一點 以前我新生學的時候 我爸爸就是叫我看這些 這裡很多很多的解釋 關於那些字好和不好 我看到都暈了 變了是不是慢慢學習 這樣就把它簡單化 我就買了這個公仔頭 叫我爸哪些好的 這樣我簡單化 就把它畫在一個 叫我爸爸畫 但是現在社會不同 我們都做很多年輕的 他們都要點靚 當然靚的同時 他們也知道那些字好或者不好 我們會解釋給你們聽 這樣我們自己都會做一些知識的提升 比如說有時候報紙賣 什麼科技 那些上網知識方面 甚至乎我們有很多 有些是他們做醫學方面的 我們都會問他這樣的情形 我們會表達到更加深入的 讓客人了解到更多些 當客人點到名字 再介紹朋友來 我們就會感覺到他的滿足感 文化 你好 早安 李先生 這裡 點治過程即時新生 你一個紙 如果客人點 會問他 你可以信任風水母 有些人說我不相信我要點靚 我們會在那粒子變大 變深色 為何會越來越多 是甚麼原因我們會與經驗的意見提供給它 我們就放藥 給你看鏡現在放藥 需要等多久 我爸爸留下來的藥 有藥水、藥膏、草藥 裡面的成分當然是我們的撕飯 愛我們自己調配才知道 我們是不外傳的藥 謝謝 這是16日 洗澡慢慢洗 謝謝 再見 謝謝 謝謝 還訂閱 楽 我 皮薯 無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